美国最新的战略 在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一些最新的做法 首先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见中国国家主义的习近平主 反而定了期 27、28号会见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到这一刻为止中国外交部或者官方都没有任何的讲话 展述他们对于这一次会面的期盼 或者有没有祝福这一次的会面等等 这样就相当奇怪 因为其实在过去的北韩任何的国际举动上 其实中国都有很大的一个参与度 但是这一次为什么习近会的第二次会面 中国不走出来以展示他在这件事上的角色扮演呢 还是说基本上中国对于这一次会面都不得开心呢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今次特朗普简见金正恩不见习近平 都令到东北亚可以说得说 有一个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挺大的改变 因为无论是中国也好或者日本南韩也好 如果北韩和美国走得越近的话 这三个国家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方面来说 过去有一个所谓北韩屏障的讲法 在今时今日的战争科技那么发达 其实这一个所谓屏障的作用 我相信只不过是讲一下就算了 但是反过来说 其实如果北韩在未来的子里面 跟美国的关系很好的话 我相信对于中国的心理威胁 确实相当之大 另外一方面来说 如果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盟友里面 又有一个松动出来的话 这个对于中国来说也不是好事 相对上来说 你说南韩又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有很多人就会拿回东西德的统一 去看今次南北韩的未来发展 我觉得这个讲法相当值得参考 因为确实南韩是一个民族性相当高的国家 而且两韩之间也有很多离散的家庭在那儿 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说南北韩的统一 其实就算不是指日可待也好 都确实有很大的一个互动的空间 甚至乎走得更亲近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会令到日本怎样想呢 所以这个美国可以说得说 现在就拿北韩反过来 就令到东北亚的三国都相当之被动 反过来又说东南亚 其实这个也反映到 就是说美国的手在东南亚上面 也都越伸越阔了 因为如果你说今次越南 成为了这个东道国的话 确实也都令人感觉到 它那个国际的政治地位是被提高了 而且是靠美国去令它提高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走这个共产主义的越南 确实又会令人感觉到 就跟北韩一样了 跟美国又亲近了一步 另外一方面其实在东南亚上面 缅甸其实一早已经 这个吴登胜将军和昂山素姬 之前的一些互动 已经令人看到美国的手影了 所以就说这个东南亚 缅甸或者你说越南 甚至乎马来西亚 都会令人感觉到 在近这两三年来说 跟美国是越来越亲近的 相对上其实 无论是一带一路的争议 或者一些近期见到 他们的外交上面的一些不拗原 都令人感觉到 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越走越远的感觉 也都越来越强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中国在亚洲被包围 这个论述或者说法 我相信在2019年 都应该是会 大家只会越讲越多 或者越讲越深入 那你说中国是否就这样 就在以待毙呢 我觉得未必是 因为事实上 我觉得中国人就挑得变通 如果你说特朗普总统 真的逼到他们狗急跳墙的话 我相信中国整个经济的演变 或者策略都会 由过去一个所谓外地需求 或者外国需求 作为一个主导 都渐渐会更加去研究一下 究竟自己的内需 可以发展成怎样 就正如当年这个 所谓家电下乡一样 那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 在未来来讲 只要政治局势一稳定下来的话 谷内需就一定是一个 最新的发展策略 所以你说内地的物价 或者内地的物资的供应 和需求两方面的平衡 会是怎样发展呢 我觉得无论是投资银行界也好 政界也好 商界也好 都一定要在2019年是盯着的 好 现在和大家就谈到这里